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发言内容是有计划的声誉和文化技术下乡 他向大会提出了新人口理论 其目的是在一面控制尚未出身的人口 一边提高现有人口的物质文化水平 这位作为1910年本科毕业于美国耶路大学 1914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教育家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 最后被软禁起来 1982年的5月10号在北京去世 这位最早提出计划生意概念的教育家 他一生就娶了两个老婆 生了八个孩子 而且以两个老婆共同生活在一个无缘下 据说他们之间相处得非常好 由此看来 不管是在哪里留洋学习 还是摆脱不了封建夫权思想的束缚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好 书归正传 咱们继续来讲我们身边的间谍系列重书 何战三峡 上回咱们讲到了红卡一行 遭到了黎昌市公安局金针支队副政委陈运达 带着黑社会绑架他们 结果黑社会这边和陈运达他们一死一伤 那么陈运达把自己搞残了 然后取保候审 那他的姐夫萧英贵自杀了 然后中纪委的大老板 就是中纪委的书记 到达了武汉 秘密会见红凯等人 好 咱们就接着往下讲 第六节 觐见中纪委书记 中纪委书记在东福宾馆的梅林一号楼 一个普通的套间房里边 接见了红凯和瑞建华 按照他的级别 本来可以住入当年毛泽东住过的房间 因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早有规定 从邓小平第一代第二代老一辈的革命家去世以后 除了中南海和韶山的低水洞等几个少数的毛泽东的行工之外 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等等 之前他们住过的房间都向政治局常委开放 东福自然也在开放之地 但这位首长还是住在了当年毛泽东工作人员住过的梅林一号 这个楼的副楼的普通一个房间里边 他这样做不是刻意表示自己的连结 而是不想大事张扬 他这次来湖北只住短短的一天一夜 除了听取红凯和瑞建华的汇报外 他不跟任何的当地领导人见面 而且除了一号首长中办主任等少数几个人以外 也没人知道他到了湖北 洪凯对机委书记清零湖北感到诧异 他感觉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大事 否则应该是自己亲自飞北进一趟去做汇报 而不是这位反腐的主帅亲自跑到一线来听他的汇报 机委书记 衣着简洁而朴素 沉浸的眼睛里透着温言 他跟洪凯瑞建华握个手 没有像以前那样幽默的开举句玩笑 而是道了一声辛苦就直奔主题 他说 中央已经同意了中纪委查三峡这个案子 为了不打草金蛇 还是采用巡视组的方法 并且搞了九个单位做陪寸 实际上这次就搞一个堡垒 就是三峡集团 中纪委决定经中央同意 由洪凯担任三峡集团巡视组的组长 这是明的一套 在巡视组的背后还成立了一个项目组 组长是锐建华同志 你们两个都是对我负责 我来协调你们一名一案两个机构的工作 首长说到这里 洪凯和锐建华立刻就明白了 三峡案老板要亲自抓 他才是这个案子的总负责人 洪凯和锐建华汇报了最近几天 在离仓发生的事情以后 以及他们审计的结果 主要谈了这个李叉叉 就是某一位大人物的公主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位公主 这个李叉叉通过陈一飞和曹金 剥离投资失败造成的亏损 设立虚假的离仓三峡多人公司 非法核销21亿美金的烂账的问题 六号首长听了 不动声色的说 这件事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 而且充其量也就是个企业微微操作 跟腐败扯不上边 他们犯得着杀人害命吗 三峡的水很深啊 纪委书记这么一说 洪凯和锐建华也都紧张起来 纪委书记又问锐建华 建华同志 你跟湖北省公安厅的曾新生同志很熟吗 锐建华说 还可以 我们俩一起在党校待过几个月 纪委书记说 你给他打个电话 晚上让他来东湖一趟 有个情况我得给他沟通一下 洪凯锐建华都以为这是离仓发生的那件案子 锐建华趁机向纪委书记解释说 曾新生这个人啊 年轻人不错 思维敏捷 处手干练 这次多亏了他 纪委书记却说 那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这次是郭部长亲自点将 让我跟他谈谈 我们这次行动跟以往不同 不是单纯的反腐败 可能有更严峻的局面在等着我们 纪委书记让东湖宾馆准备了几个谈家菜 还特别要了一瓶法国红酒 算是给洪凯和锐建华接风 纪委书记自从进了中纪委就戒了酒 这次为了这两位自己手下的干将 啃他本戒任期内肯定是最难啃的骨头 他破戒了 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有点动情的说 你们俩一个年轻的六年后 一个女同志 现在跟我绑在一辆战车上 马上要投入生死的搏杀 说心里话 我实在是有点不闹着 可这就是我们的命啊 虽然我们是纪检干部的呢 虽然我们生在这个污浊奢靡的时代呢 如果不能澄清天下 我被此生又意义何在 说着眼里含着内光一饮而尽 锐建华也激动的红了眼圈 他站起来举起酒杯 说书记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虽是旅流 但是也有一腔热血 党和国家都让一帮王八蛋搞成这个样子 咱们这些手握反腐利润的人 还有什么个人失利不能放下 还考虑什么个人的安危呢 洪凯虽然年轻 但却很老练 不太容易动感情 他问 听手掌刚才的意思 那21个亿的投资款还不算什么 难道还掌握了更大的问题 会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纪委书记低垂着眼眠 蒙灌了三杯 他说 处理不好 亡党亡国 因为这种话 政治局里大家经常说 因此大家都麻木了 并没有什么产生什么样的震动 纪委书记又补充了一句 人或为渔兵 洪凯和对建华这才听明白 纪委书记所说的亡党亡国 并不是泛泛而言 而是真实的 现实的灾难性的前景 这个前景就是江河横溢 人祸为渔鳖 谁能让江河横溢呢 让人祸为渔鳖呢 不就是三峡大坝吗 曾先生晚上 一约来见纪委书记 纪委书记还是第一次见到曾新生 见年轻干面 梅雨军有一股阴气 不觉得心中暗息 纪委书记用人不拘一格 尤其喜欢年轻干面的阴才 讨厌一身木气八面明弄的官僚 听洪凯说 你这个厅长居然还能单手夺枪 还捎带击毙的一名歹徒 纪委书记夸赞他 曾新生羞恥的一笑 不值得一提 几个小毛贼而已 你不是一直在公安部搞技术吗 啥时候学了这套本事啊 纪委书记好奇的问 曾新生回答 在公安大学四年 除了基本业务 我也兼顾学了一些基本功 勤拉格斗啊射击啊 多少都过过手 我这次下来担心生书 还在训练基地培训了一个月 这位书记对眼前这个年轻人 更加有好感 因为一般来说 一个省厅的公安厅厅长 不到第一线办案的 根本用不着进行体能训练 但是此人却以身作则 不忘警察本色 不是生了官就一生官气 这一点很了不起 这个人有出息 纪委书记心里这样想着 脸上就有了笑意 他说 新生同志 我这次从北京来 临走前给你们郭部长见了一面 因为我们反贪机关办案 离不开公安机关的配合 尤其是三峡地方这个案子 大坝在湖北 对象单位全都在北京 而且级别都很高 涉及到的关系非常复杂 所以啊 我就只好和政法委的孟书记一起去找郭部长 搬救兵 申坤同志就点了你的架 怎么样 给我们纪委打打下手 委屈你这院猛将了吧 曾先生见纪委书记很幽默 气氛也轻松起来 就说 首长真能开玩笑 我们公安机关不是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吗 能为中纪委领导服务给首长打下手 是我曾先生和湖北省公安的无上光荣 首长有什么样的要求尽管吩咐 我们蒲汤蹈火 再说不辞 纪委书记收起笑容 他那口气 先生啊 名人不说暗话 眼下这个案子不同于一般的案子 关系到长江中下游三个多亿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甚至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安危 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面前 我们这些人的荣辱官位 甚至是身家性命都无足轻重 我希望你能有这个思想准备 曾先生正正的看着眼前这位中纪委的书记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想插他的表情中读出这句话的分量呢 他读到了 是以天下为己任中流抵住力挽狂澜的勇气和决心 他明白自己应该真诚表态了 他说 首长 我自从当了警察 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 就把生死置之断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我可以放弃一切 这位书记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又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头说 好记着我们共同的誓言 共同来迎接挑战吧 说完 他拿出郭升坤部长给曾先生的亲笔信和一份文件来 让曾先生坐在沙发上认真看 他自己亲自去给曾先生泡了一杯铁观音 铁观音是纪委书记的秘书从北京带来的 纪委书记只喝这一桶茶 他自己拿剪刀 拿开一包铁观音 倒在手里仔细观看 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让曾先生看 曾先生看到了那些茶叶形式珍珠 厉厉饱满圆润 墨绿中隐隐地透出油亮之色 秘书不在身边 纪委书记亲自用开水将茶中公道杯盖碗都烫了一遍 用红木制成的木勺 咬上了茶叶放进了盖碗 冲入开水 用盖碗搅动了几下 倒掉再冲入开水 将泡好的汤汁透过滤网倒入公道杯 沉淀一下又倒入茶中 再把这杯茶放在了木制茶桌上 端到了曾先生的面前 曾先生不好意思的放下档案说 社长怎么能让您给我倒茶呢 纪委书记说 能走多老我懂点茶道 曾先生将杯子放在鼻端 一股清香就溢出来了 深吸了一口香味直入肺腑 顿时感到了神清气爽 忍不住说好茶 他端起茶中喝了一口 立刻满口余香 静不住又说了两个字 好茶 纪委书记端起茶中一饮而尽 闭上眼睛品味了一番 满意的点了点头 曾先生不再喝茶 而是又拿起了那份档案 抬起眼睛 平静的看着纪委书记的眼睛说 首长 能否容我冒昧地问一句 有人策划炸毁三峡大坝 这个跟你跟中纪委要查的 三峡大坝的腐败案 有什么关系吗 这位书记思寸了一下说 现在还没有发现 但是我感觉 这不应该是两个孤立的事件 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你 需要什么支持 你直接找郭部长 也可以找我 你的任务就是查清楚这件事 跟三峡贪腐案有没有交叉 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有交叉 其次是切实保证大坝的安全 务必抓获这帮犯罪嫌疑人 曾先生像军人一样站立起来 立正喊道 请首长放心 曾先生人在大坝在 人不在大坝也在 纪委书记满意的点了点头 从纪委书记那里回来 曾先生第一时间 就把省厅行政局的申瑞庆局长 找来 申瑞庆虽然是下级 但是年龄却比曾新生还要长两岁 但是他非常佩服这位从布里戴帽子 下来的年轻厅长 曾瑞庆是从仅二十多年的老刑警 湖北省厅的多年来的工薰侦察员 经他手侦破的行政大案不计其数 因此能在业务上让他佩服的人不是很多的 但是曾新生却在第一次见面会上 就让这位大名鼎鼎的行政局的局长刮目相看 当时在湖北刚刚发生了一起特大的银行绑架杀人案 一位银行行长和他的妻子女儿在自己家里被歹徒杀害 歹徒还抢走了数目不详的现金以及名表金银首饰等等贵重物品 此前这伙歹徒就一直在湖北湖南等地流窜作案 曾经制造了数起刺枪抢劫杀人案件 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的大案要案 湖北省厅的行政局抽调精兵强将 组织了强大的侦破班子 抓获了这个团伙的大部分成员 但是手饭却一直没有归案 公安部和湖北省委多次要求现实破案 申瑞庆他们一连几个昼夜连足转不敢睡觉 终于把歹徒锁定于某一个地点 就在他们发起行动的时候 公安部突然来了电话 说此案的手饭已经在重庆落网 并发来了被捕时的照片 这让申瑞庆极为尴尬和老怒 匆匆飞往重庆 发现这个案件的手饭确实是在重庆落网了 湖北公安围住的不过是他们一个马仔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龙龙 不用说 申瑞庆和他的行政局被公安部契罗了一顿 被省厅前任厅长凑满好几天 申瑞庆一度写了辞职报告 不料厅长却被调走了 新任厅长正是从北京空降而来的曾新生 曾新生在跟各个局的局长的见面会上 首先提到这件事 出乎申瑞庆的意料之外的是什么呢 曾新生不但没有责怪行政局 反而为申瑞庆民不平 我看了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 包括湖北省和重庆的 感觉申局长他们是这个案子的第一工程 湖北公安已经把水烧到了99度 如果当天晚上不是出现意外 那个案犯的情妇在重庆流产 那么湖北公安就一定会把他抓住 而重庆公安抓住了他 不过是根据协查通报 一个警惕性比较高的警察 在车辆检查时发现了他的踪迹 可以说是出于侥幸 难听的说一点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因此我要报请公安部 重新对这个案子进行评估 申请嘉奖申瑞庆局长和行政局的同志们 因为曾新生是从部里下来的 他这样说让老孙和憋了一口鸟气的湖北公安十分感动 掌声惊久不息 申瑞庆这个从来流血不流泪的汉子都红了眼 而且曾新生确实做到了言而有信 他向公安部打了报告 并亲自到公安部的这个政治部去申诉 最后终于让公安部为申瑞庆他们 侦查破案的工程颁发了技工奖章 有这样的厅长 申瑞庆怎么能不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的干活呢 曾新生把申瑞庆看作了心腹 他像经委书记对待自己一样 也用最好的茶招待孙瑞庆 给他亲自弃了茶 但是他没有那么好的铁观音 只有黄山毛尖 好在申瑞庆是个粗人 根本不懂得茶道 他只管留意 做足了气愤 曾新生说 老孙啊 这次有个要命的大案子 要咱们湖北省厅办 这个案子办不好 我都乌纱帽保不住 脑袋还得搬家呀 所以我是把身家性命交给你老兄了 申瑞庆一听大词一惊 紧张地问 听长 您这是什么话 要掉脑袋 也是咱们这些干活的人先掉啊 哪里能轮上领呢 说吧 什么案子这么严重 曾新生 伸出一根手指头 往上指了指 苦笑着说 我这句话是原封不动 抄袭上面的 我怎么敢跟你开这种玩笑 上面 是布里 还要往上 中央 要保密 我连听党委会都没有上 直接就跟你商量了 曾新生气 听他吓了一跳 开始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我知道了 一定是三峡大坝的案子 是不是有人要炸大坝 曾新生为 深瑞庆的敏捷 感到惊讶 他低声问 你怎么知道 是大坝的案子 深瑞庆苦笑的说 车还用拆吗 就算是某个领导人 在东湖被刺 这样的恶性案件发生 也不会枪毙公安厅的厅长了 除非是大坝被炸 武汉以下 一片汪洋 咱们的脑袋 也就保不住了 虽然 深瑞庆他解释了 何情何理 曾新生还是有 离律 我只说到 会掉脑袋 你就想到 三峡大坝 你的联想力 也太丰富了吧 深瑞庆见曾新生 步步紧逼 只好说 听着 其实我也没那么神 六年前 厅里 接过一个 有人要炸大坝的案子 这个案子 后来被人抢走了 项目主也就解散了 案子的结果 不得而知 我们所有参与的人 都被要求保密二十年 除非有新的命令 否则 不得主动提及此案 我今天算是泄密了 曾新生听了 沉默下来 听你知道 这个案子的人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有的退了休 有的辞职出了国 其他的人 都被上级一纸调令 转到了省公安厅 深瑞庆补充说 这个案子的中卷 我们厅里边 没有存档吗 根据要求 全部转移到 省国家安全厅 没留下 知言骗语 曾新生 神社坚定的说 我马上去部里 申请解密 你做好 省国家安全厅 调取档案的准备 另外 你从 你先休息几天 回家把这个案子的 侦破经过 回应一下 写出来 等我回来以后 咱们再谈 深情瑞突然说 其实不用回应 我知道有人 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 他把诗字保存了下来 什么人写的 材料呢 曾新生立刻问 一个专案组的女同志 叫王雪红 项目组解散以后 他不愿意去安全局 已经辞职出国了 材料在我家的荡安柜里 曾新生神色临重的说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材料 这个女同志为何敢私下留下来 曾新生追问 孙清瑞说 人民和地名都虚拟化了 看上去就像是侦破小说 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我知道 整个叙事都是完全真实的 我现在以公安厅厅长的身份 要求你把他交给我 如果出现问题 我承担一切责任 我要带着他去公安部 申请解密并调卷 有问题吗 孙清瑞说 没有问题 但是我需要厅长 你写个东西给我 什么东西 我把东西交给您的时候 你得给我写个收条 啊 可以 将来作者要版税 你可以推给我 曾新生说完 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好朋友们 还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明天接着讲 后面更加曲折的故事 朋友们 咱们明天见 好朋友们 好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